Hi,我是Jennifer 霍花花 大家平常都說我夜睡傷身 硬起身又疑抑鬱 飲食無定時對身體又不好 飲咖啡又傷身 飲小水又說傷身 吃餃子太多又說傷身 吃辣又說傷身 其實我做了這麼多壞的習慣 看來是真的積存了很多不同的毒素 或者是不好的脂肪 這些所有不好的習慣導致我身體的血液循環 或者是整個metabolism 都不是那麼好的 如果我把這些毒素都排出的話 究竟我身體會有什麼改變呢? 今次我就受到 Bufina S的邀請 實測和嘗試真的一個月 真的給我很多時間去試 試足一個月 日本最暢銷的益生菌 凍腸腔變 排腸讀不土舍 日本22年冠 銷量第一 Bufina S的益生菌都說明 會令你皮膚、腸胃、體重 精神都會變好 一個月都是做一個健康的人生 吃一些養生的東西 或者做一些好的養生 健康的習慣 我就構思了4點 我很希望自己在這個月裡挑戰成功 包括每天都吃 Bufina S的益生菌 第二就是早睡早起 究竟什麼叫早睡早起 就是12點前 或者12點左右睡覺 5點早睡 5、6、7、8點才睡 希望我可以早睡早起 可能我平時是11點多起床 我希望自己可以做8點 或者8點半起床 喝夠水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真的很不喜歡喝水 我希望我可以喝到最少每天2L的水 還有第四就是 希望我這個月可以挑戰3餐定時 進食 因為我平時做事都很想一氣呵成 做完我手上的事才吃東西 因為我在忙的時候 我不會記得自己要吃東西 或者我不會感覺到肚餓 這件事 真的有人很放鬆 那一刻就開始 嘔死肚餓 嘔死胃痛 已經是 所以就會有這四個不同的習慣 我希望可以在這個月挑戰成功 之後呢 就看看我的身體有什麼變化 OK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些 我真人去試這些健康食品 究竟合不合的話 都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按下鐘仔 可以帶一整天收到速箭通知 首先呢 我們一起去記錄一下 我們一開始 那個身形啊 比例啊 膀素啊 還有腰圍會有多少 OK Let's go 我現在呢 沒有縮到的 完全是 你看到我的肚腩呢 在這裡 然後呢 下面是 肉 我沒有腰形 直接是 直不甩這樣 好得人的 那我們現在量一下 究竟腰是多麼粗狀 OK 已經是最粒的位置了 好 我們來看看現在是多麼肥滿 這個 你看 Oh my god 現在看不看得到 是27點 在這裡找一條這麼粗狀的腰 首先已經被體重嚇到 然後再被我的腰嚇到 我希望呢 這個挑戰一個月很習慣 之後我身體可能可以健康些 循環好些 代謝好些 可能都會瘦些 看看會有什麼反應 OK Let's go 好 話說現在是凌晨三點半 我今晚的早睡計劃失敗了 剪不完 這條片 我現在才是組好了 因為這條片太難剪 我都沒辦法 我想明天也出不了片 今天有18月也睡不到 不能早睡 但都不要緊 我還用最真實的呈現給大家看 頭還沒梳 但我換了衣服 之後我覺得自己好像瘦了 所以給大家看看 我的腰出來了 還有大家看不見到 我的腹肌隱約呈現了 看完我這個月的紀錄 大家可以知道了解了 其實我有四個挑戰 我覺得最簡單 最容易去 achieve 到最成功的 就是這個吃BVNS的益生菌 因為首先它是每天都要吃的 我真的每天都吃 甚至乎我每天都吃兩條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減肥方案 可以每天吃兩條 不是過量的 就算你超級沒力 趕時間 它這一條拿出去 其實生吞也OK 然後它有酸性無縫蒸球 即是黃色一粒粒的 那些不可以咬爆 所以一定要吞 所以變成這個每天都堅持到 我每一條都是吃完 開了之後等下去 用袋裝著 這裡起碼40條 因為一天寫條 然後有些時間都是一天吃兩條 所以我都覺得自己非常成功 整盒都已經吃完了 那第二盒都已經開了 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 一盒裡面有多少條呢 30包 然後是檸檬味的 它都寫得很清楚 我真的很不幸地跟大家說 這個早睡早起 是完全失敗了 我真的很用心 頭那兩個星期 都是很street的逼自己 不要這麼晚睡 真的要挑戰一下自己 但是這個月裡面 我有很多生日的飯股 只是說Colin生日 我就已經是 OMG吃了四次它的生日飯 經常都很晚才回家 你要洗澡 又要保養 最早最早都已經是2點多才睡覺 很多日子就變成4、5點才睡覺 或者更慎可能6、7點才睡覺 真的完全失敗了 我想有一天靜靜地在家 去思考一下自己人生 去嘗試去剪片的機會 都沒有什麼 這個生活習慣是完全不適合我 所以我就終極放棄了 這個早睡早起的習慣 但是呢 其餘三樣我都沒有放棄過的 包括就是飲水 飲水呢 上次叫做成功合格 因為有一期我都真的長期在外面 真的不會脫口罩 在街上 不能在外面喝水 但是如果有喝水的機會 我都盡量去喝的 我覺得是叫做成功了70% 因為我後期呢 很密的 schedule renew一下自己的 mindset 然後reboot一下自己的身體 所以呢 在後期呢 我是喝多了很多水的 是freshly squeezed的檸檬水 1500ml的水 我就會拿半個檸檬下去 沒有味的水 我真的喝不到的 所以我也是叫做找到一個方法 逼到自己喝水 那三餐吃飯定時呢 我就做到八成半的 其實我都是主要教鬧鐘的 那我教鬧鐘的話 都會逼自己 可以啊 本身都不吃早餐 我這個習慣的 但我教鬧鐘 起床之後 我就硬都找些東西 先壓在肚子裡 兩片多士 煮個輕輕的米粉 或者幾顆餃子 就是用一些很快的方式 去逼自己吃一些東西 然後可能做了一件事 然後鬧鐘響 要吃飯 那也不會說過了幾個小時才吃 我都會盡量在那半個小時 或者九個小時之內 都會開始去盡食我那個餐點 那所以呢 我都保持到八成半的 這個三餐飲食定時的方面 那我們首先去片 跟大家磅重 和量一下腰圍 看看我現在的身形 外貌有什麼改變呢 好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去量一下 一個月之後的變化了 那我就穿同一條褲子 還有穿貼一點的衣服 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沒有縮好腩的 縮了是這樣 沒有縮是這樣的 褲子是鬆到一個世界盡頭 是這麼鬆的 事不宜遲 立刻就來量一量條腰 Oh my god 等等 這裡 喂 24點5啊 我真的完全沒有做運動 但是呢 這些是我底層的腹肌 如果你看到的話 呃 它出來了 我抱頭了 那這裡呢 如果我再加以訓練自己的腹部的話 肌肉應該就會更緊緻 但整體看到我現在的人 很扭得 是有一絲 這個腹肌的印出來 哇 何氣閃啊 Oh my god 好 我們現在呢 再做一個總結 是不是超級無敵震撼 整件事 在這一個月裡面 我是真的 極多時候都是出街吃飯 然後是喝酒 夜回家 夜睡 雖然我有飲夠水 還有三餐是定時吃的 加上這個Befina S的益生菌 是令到我的體重 是本身由51kg 變到現在呢 是48.3kg 腰圍呢 是由27.5吋 是不是 去到現在的24.5吋 足足減了3吋的腰圍 啊啊啊 到底我本身有多麼肥 還有呢 大家現在看到我呢 沒有什麼雙下巴 還有呢 這個位置 要這樣做才會有雙下巴 還有看到我現在的臉型呢 這個位置是沒有那麼腫脹 也是看到我的腰很明顯是收了身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是精神了 是真的開朗了 大家看到我之前那陣子的影片是真的抑鬱的 但其實我現在是 元氣滿滿 說話都快了 頭腦都清晰了 但是呢 我們都再說我有什麼改變 我呢 就已經塞在我的腰圍裡面了 外在的改變呢 就是這次來M的時候呢 我是沒有M痛 是超級無的神奇的 我想說 還有 我這次來M呢 是沒有生到荷爾蒙瘡的 因為通常呢 我就算怎樣去做Facial也好 總之我來M前那個禮拜呢 我都是會生最少要有一顆的荷爾蒙瘡 在這些位置 但這次真的沒有 我就覺得 OMG 我也是覺得因為這個益心困 在發揮著它的作用 看回我自己的毛紅呢 比起之前呢 都真的有小了 還有飽滿了 精神了 肌膚都涼白了的 沒有那麼多髒東西 在臉上 因為其實你很多 有時候 毒素啊 會反映在你的臉上 那就是可能你會多一些 粉刺啊 黑頭啊 或者色素沉澱 那些印都會散得慢一點 因為那個Metabolism不好的時候呢 就會慢很多 所有東西都會積聚得多 然後又去得慢 還有那現在最近的天氣 明顯會轉涼了的 通常這些換季呢 我都會瘋狂地敏感 臉可能會爆了一些粒粒啊 或者是一些敏感的一片 但是這次呢 是真的沒有啦 我看不到自己有任何敏感的跡象 還有皮膚是都很穩定 因為這個月裡面 我都喝了很多酒 其實有些酒精敏感的 我喝酒 我會全身紅色 然後拷痕 然後卸妝多乾淨也好 明天睡醒 都會有一兩粒的油脂粒 或者敏感的粒粒粒 必會出來的 但是呢 我都沒有說 刪到什麼粒粒 而且每一次出去 吃東西可能都有味精啊 然後可能有高脂肪啊 或者是很重口味 好 講完外在的改變之後 就講一下內在的改變 很深切地覺得神奇的一件事 如果大家追蹤可奈的話 都會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還有有時候會下奶 因為我自己是有一個 少許虐待自己的小習慣 就是因為我自己有少許的乳糖不耐症 不嚴重的 就是有喝奶的製品 就會去蛤 我真的不要學會 就是要喝奶 是為了有塩 就可以排毒 這樣的心態 但是因為我吃了這個益生菌之後 就算咖啡我下奶 我竟然沒有一個想 衝去廁所解決的想法 還有一個念頭或者感覺 完全沒有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喝完咖啡 我不痛痛呢 這個是我突然之間 叮了一聲 我醒了 我有這個改變 立刻在電話上 就是因為它提高了你身體內臟的免疫力 令到我的腸胃健康了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我這麼忙 這個月的行程 但是我都不會覺得自己作病 又或者是有病到 因為通常如果我這麼忙的話 我怎麼都會有開始喉嚨痛 或者Sensor 或者發燒 又有感冒 這個時間病的話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沒有病沒有痛 以上就是我這個月的挑戰 四個不同的新習慣 最大的幫忙 我覺得都是Bivina S的益生菌 它真的由內到外去改善了我身體的機能 我的免疫力 我的腸胃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我的腸胃竟然不會因為奶而去作動衝去廁所 還有我要說一點就是 它吃這隻益生菌 它都會令到你排便會腸痛 但是它不會是肚痛 很痛很痛 說不出話 那種要衝去廁所 或者蹲去廁所 一輩子都出不來 那種的變態感覺 只是會想去廁所 這樣我就會做完自己手上去做的事情 然後才去摸 都是沒有問題 是很暢順 還有便便都是軟軟軟的 就不是說要射出來那種誇張的效果 這就是要跟大家說一聲 我覺得這次的挑戰都算是成功 平常都看到自己想看是有健康的變化 會有一個低能上的提升 個人都開心了 皮膚好了 個人又瘦了 所以我都會繼續吃這個益生菌 因為我覺得腸道是很有幫助 腸道健康 你的皮胃健康 其實你的皮膚就會健康 頭腩又沒有那麼大 我就覺得很划算 所以都非常推薦大家去試這個益生菌 一天一包 還要好吃 說了那麼久 究竟益生菌這個益生菌在哪裡可以買到呢 除了在萬寧可以買之外 還有在FREECAMBIO也是可以買的 FREECAMBIO這個package discount之外 還可以加上我這個discount code 就可以有眼外的狗節了 因為詳情和購買的連結 都可以在下面info box找到大家就可以去看看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也記得給我thumbs up 還有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那我們在下條影片見 拜拜